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请到一位特别的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他不一样的人生 好这本书呢 其实非常好看 我在六日看完以后 我觉得非常的疗愈 也迫不及待 跟我们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分享 这是我的后通灵人生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对他是不陌生的 如果我讲索菲亚 你一定会认识 好欢迎一下 我们台湾首位棒球女性主审 我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你 索菲亚你好 谢谢 Mange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喜欢人家叫你索菲亚 还是伯君 其实我比较喜欢叫伯君 因为你想要把索菲亚忘记嘛 对啊 真的 可是我们来聊一聊 那一段的过去 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生命经验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你六岁就会报名牌 十几岁就会在宫里面 帮人家做一个翻译证 问世 那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又误打误撞啦 因为可能就是 因为很多小孩子在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都会被发现说 哎我好像看到什么 好像看我 对对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晚上什么过世的亲戚就来找 这样 那小时候的话就都带来新天工啊 就旁边那边收金啊 那后来你知道台湾人真的很聪明 就觉得 好像有其他的功能可以使用 比方说带来家里看看 家里有没有 然后人家买房子的时候 带去问问看看 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就有点像误打误撞 就开始慢慢的帮人家问世 这样子 可是那时候你就是说 你自己是一个灵界的一个翻译者而已嘛 就是你听到了什么 或者你看到了什么 就翻译出来而已嘛 对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那个无形的讲的东西 我也觉得蛮扯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人家叫我问 我就我就我就问这样子 我就回答这样 不过说实在的 那一段的人生也让你很快想要切断 其实我主要是因为亲戚的关系 那就是原本就是零星的帮忙 那主要是高中大学 大概那七年的时间 比较是在亲戚开的那个公庙里面 比较长时间的服务 就等于天天啦 等于是一个工作这样 那我觉得念大学是个关键啦 高中的时候就是大人讲什么 我们就照做 等到念大学的时候 你有开始有自我意识 你看到同学都去唱KTV看电影 你也想要有自己的生活 尤其我念的是社工 你就念社工就像前面的一段一样 很多事情会出一些问题 不是说一定是无形的重生活等等 那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想要有自己的人生 所以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就决定不想要再做那一行 不想做那一行的话可以一切两段吗 是蛮挣扎的啦 前面真的是蛮挣扎的 因为也是会被 因为以前也是会被担心说 我如果不做会不会有报应啊 有人就说你可能是带天命的 你很讨厌听那一句话 对不对 吓死了吓死了 对啊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可能就会又穷又苦又病又怎么样的 对啊 所以我也是会 你说不怕还是多多少少会啊 所以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那还有就是从小 你就一直以为自己会做这个 然后你突然之间 发现你要去做新的人生的时候 你其实也会害怕 你不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 因为一条路是至少你看得到的 然后你如果要自己再回头去做社工 你还是会心里会有一些害怕 所以前面两年会比较挣扎一点 还好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棒球 然后又找到自己的人生的路途 对 其实我觉得看到 你在这个奥会代表上面 那么的致辞 然后跟你热爱那个工作的一个呈现 会觉得令人感动 我真的觉得非常幸运 我发现你更爱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 而且这是你选择的 对而且这是真的 我觉得是有能够帮助别人的 对 因为戴天命是你被选择 但是什么样可以做自己的选择 这很重要 那我们来聊一聊 说实在的 很多人都会以为说 我今天碰到什么困难的 我就 坐坐就好了 或者喝个浮水 我是不是一切 生命就可以通透无比 你以前真的是这样认为 你现在是这样认为吗 其实我以前真的也不这样认为 因为如果以社工的观点来看 人生就是一连串解决问题的过程 对 就是你小时候有小时候的烦恼 学生有学生的烦恼 你知道学生的时候 没有那个期末考跟分手 你会觉得会天崩地裂 可是你现在40岁回去看 拜托 对不对 那是什么 可是当时经历过的时候 是寻死寻活啊 那很难过啊 真的 那我觉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 坐在公庙里面 其实有一个缺点就是 其实我真的不太能感受 到底有多痛苦 因为那些东西 你们说的那些痛苦 包含外遇 失去亲人等等 你没有经历过 对或是疾病 我没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你有 他们到底有多痛苦 那我只能试着 就是我问到什么 我就跟你讲 那我老实说 我真的觉得 有些人可以得到慰藉 就是说好 你给他一个理由 或者是怎么样 他舒坦一点就过了 可是我 对我来说 很挣扎 就是有些人 就变得太过度依赖 就是说 他什么东西都要问 我就有遇过那种 一开始可能是 问工作不顺利 可是后来 什么连感情啊 然后风水啊 姓名啊 然后全家名都改过了 家里装潢也都改过了 等等 然后连自己 晚上睡觉 睡哪个方位都要来问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这样到底是在帮助人 还是 还是在害人 你弱化了 你弱化了他的 他的能力 他什么东西都想要来问 或是问无形的 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 那也是你之后才领悟到的一个关键 我在书上看到你的后通灵人生 你一样失恋 一样跌倒 你都能够通鬼神 通灵界了 可是你也无法避免自己这样的一个伤痛 你当时自己怎么跟自己解释呢 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大家可能对通灵就是会有一个想象 就是说好像是就是他会特别不一样 或什么之类 我一直想说的就是 其实通灵就是一个能力或一个现象 那人生真的还是要靠自己 像我我也是一个凡人 我也是慈何拉撒 我有我的痛苦 那我要去怎么去面对 那当然信仰也会是我生活中很大的助力之一 那么我就想用自己的人生经验跟大家分享说 我也会遭遇这些困难 然后我怎么度过 对 对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在书上你有特别提到 你已经知道你可能会受伤了 结果你就真的受伤了 然后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台湾首位棒球的女性主审刘伯军 我们刚才也跟她问她说 你喜欢人家叫你伯军 还是叫你索菲亚 但是我们在粉丝团上面有很多人讲 索菲亚来了 但我们很 就是你很不一样的一个人生 让我们觉得会非常的特别 不过我们刚也讲过了 就是你也知道你自己会受伤 果然也受伤了 你还是得必须去承担这一切 当时你的心灵转折是什么呢 其实我那时候有点算是人生的一个陷落 就是棒球是一个我很执着的时代 所以我去年在美国就是世界杯女子赛比赛的时候 我为了那个比赛我准备了大半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在比赛前一天晚上跑步的时候受伤 那其实受伤的时候 我本来是知道说 可能就是今年开始就是状况会不好 可是我其实蛮意外的 就是我说上天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我最在意的东西 然后你怎么在最在意的地方 给我这么大的打击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拼了 我就是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因为我觉得人的生命是这样子 我们真的不用把人生 你所有拥有的东西理所当然 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你明天还会活着 你不用理所当然觉得我还有后天 大后天 其实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必须看待世界万物 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 要必须非常渺小而前辈的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天祈求 会跟你的信仰所祈求 那那时候你应该有坚定的信仰了 对不对 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有祈求 你有呼喊 你有抱怨吗 我抱怨倒是没有 不敢 但是我是很努力的祈求 说可不会让我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这样子 然后我也说 我也告诉一直给自己打气 就是上天给我的考验 不超过我不能承受的 他给我这个考验 一定是我可以承受 我把焦点不是放在 为什么我摔断手 我把焦点不是放在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我把焦点放在 哇 上天要给我什么功课啊 我来想一想 这是什么功课 我就把转念 把那个焦点放在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我想想看 我从这当中 我可以学习到什么 而且我觉得 那件事情 让你承受到 比你想象还严重 你一直要回来检查以后 才知道我这么严重 对 因为我其实有点固执 应该讲得失心重 我就是硬要把比赛打 撑完 那其实 那个国际棒总 他们都叫我 就是你去医院啊 休息啊 我就是不肯 那在那边13天 回来之后 就是回来 一下飞机就先去急诊室 然后就确定是骨折嘛 然后因为还有一个 蛮严重的擦伤 然后医生就说 医生是很严肃的 就说你在玩命啊 就是有可能要 截肢啊 然后 很严重啊 对对 败血病就是有生命危险 他说你这样子 真的太夸张了 这样 那我事后回想是 也自我检讨一下 就是说看到自己的 那个得失心 因为一路上也一直告诉自己说 哎呀我们不要名 不要利 不要太执着 可是上天就这么一摔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 那个得失心 我在棒球得失心是很重的 那你就反省到说 其实我那个时候 干脆你就去 至少清洗一下伤口也好啊 就是 就是你有很多种方式 比方说 那我占雷神 不要占主神 因为我占主神 又被球打到 就是我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可是我却选择一个 很糟的方式 就是说 拒绝就医 拒绝被检查等等 对所以 呃 我自己走 我在那个时候 我才可以感觉到说 以前别人跟我求助的时候 你给 不含我们现在当社工 有些案主 他来求助 你可能给他三个建议 他永远会显得 最糟的那一个 嗯 我们叫做空梦啦 人说不要听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就是其实心里会有那个点 会有那个结 那我们所谓的 我觉得所有人生的所谓的修行 其实不是说你不要得失心 人生如果都没有得失心的话 你就不用上班 不用生活了 肯定是有得失心 只是说怎么样找到那个平衡 就是说你可以 比较心态比较健康的 去面对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说人生你不可能就是 喝一个浮水以后一帆风水 我也好希望可以这样 如果有的话我就自己喝了 然后另外就是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修行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觉得我以往过往的经验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民间一些信仰 其实不只是我们台湾的民间信仰 其实一样啊 其他宗教都一样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 有灵极心 就是有点宗教已经变成一个商品化 我们会觉得说 我购买了这个 然后我希望 我可能捐献两百块 但我希望省给我的是更多 对有什么对价关系 对对对 保佑我平安 或者保佑我赚钱 或保佑我怎么样 对或是顺利过关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宗教变成一个 对就是一种功利的啊 或者是变成一个商品化 我自己本身是很 很不喜欢这样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商品化的话 你等于是矮化了神格 神明好像是你的员工一样 你付了这个你要给我创造更多的产值 可是你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不是不行 只是你这样做的话 你很难产生你自己真正的力量出来 就是那种超越性的力量出来 而且你这样子就是 你一方面是缺乏一个超越性的力量 来支持你 第二个是不然你能给多久 你只会人生就是一人串困难解决的过程 你只会让你自己更挫折而已 更难受而已 对你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不花钱 但是让你人生更好过的方法 所以我是想要这样子来做分享 对 书上有一些风险 不过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本书 有很多人还拜托我 你帮我问一下 我如果碰到空忙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你空忙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你低长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也是我为什么很想写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我从离开公庙之后 我好认真过生活 我一天当两天用 我从事是裁判 然后我去做社工 我念书 就是我觉得我要把以前 没有的都补起来 可是我这样子拼了十年之后 我发现我虽然很努力 然后我就算得了奖 可是我不快乐 大家说哇你好棒 你得了什么得了什么 我就觉得可是 我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很努力 我不觉得那东西我该得的 那我是现在 尤其是受伤之后 我慢慢可以 我开始在学习到说 就是包含说 跟李大哥的告别 就是我也是有曾经 又自爱的离开 灵界的大哥 对对对 因为他的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内疚 我很自责 然后我觉得 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不值得快乐 我一直告诉自己说 他离开了 那我就很努力的生活 然后我们有一天会见面 那理智上我知道他也希望我快乐 可是我每次当我 有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他是不是在脚弱 然后 我怎么可以丢了他一个人 所以其实老师说 我一直没有很快乐 我就是一直往前冲 然后我身体也很疲惫 心里也很疲惫 那直到这次受伤之后 我才有点感受到 其实也跟拍 通灵上的第二季有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 我们待会进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刘伯军 他带来他的书 我的后通灵人生 其实这是灵界的译者 第四本书了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 有空的时候 那么看一看 我觉得是心灵很大的一个疗愈 其实人生就不断的解决问题 然后人生也不是靠的 你能够喝这个浮水 然后你就可以 永保安康了 但我们希望自己人的修炼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所以刚刚我们延续过 当你空忙 当你低潮的时候 该怎么样去度过它 我就是这半年多以来 我就是自己才感受到 我说我先前的话 也是心里会活得蛮自责的 我是才发现到说 因为我自己也受伤 然后你身体被限制住了 因为手断掉 你身体被限制住了 然后你有喜欢的人也 离开了 所以你才可以感受到说 我现在拥有的不是理所当然 我们常常会想要保有什么 然后一直看着我们失去的 可是很多 很多失去的时候 你拥有才有意义啊 对 那我才开始学习说 我怎么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这个当下 然后我来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有时候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痛苦跟负面的情绪 反而他自己就离开了 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都很努力的 我们照顾好自己 我们解决问题是不是就会变好了 有时候会好一些 可是最重要是你自己要先照顾好你自己 或许这身边的问题就会消失了 我们太常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外面 而不是我们自己身上 对 我们都向外求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修行 可能也是我们向外拜 向外求 都是在求取 可是我们从来不问我们内心 到底我们欠了什么 是 所以我们太忙碌在这个旅程当中 我们忘了当中 我们忘了去享受 所以我说空王的时候怎么办 低潮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那个时候是上天给的礼物 他要我们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照顾自己 吃好睡饱 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不用去求了 也不用那个 但是内心的 我觉得尊敬是要的 那当然 我觉得后来看你的书 我真的相信人要更谦卑 以后你会认为说 你可以解决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解答所有的问题 完成所有的问题 其实很难 真的 真的很难 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只想要问 就是说人生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求一个明白跟理解 为什么 可是你问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跟自己过不去 对啊 就像是 像我离开公庙之后 然后我打棒球 我一直觉得好玩 对 然后我其实 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 所以其实我后来人生归后 我想当一个家庭主妇 可是谁知道 40岁人生 却变成这个样子 对 就是 你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棒球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这辈子也没想过 我会去国务院受访 或者美国国务院受访 或者是去联合国台上受奖 完全全没想过 那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 我很幸运 可是其实这当中也是伴随着压力 对 所以 是好是坏真的是如人饮水 只有自己知道 那真的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好 或怎么样 那自己去好好照顾自己 享受自己人生的旅程 我觉得那才最重要 可是人生有很多 我们也许会认为说 是我们的灵性不够 悟性不够 智慧不够 所以不了解 生命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 当要求这些答案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只要跳脱一样 你不要跟别人比 不要再跟别人比了 你就跟自己对话 没有什么谁的灵性高低 或是 就像我们做社工来说 有些人很好 他捐钱捐物 可是有一些 我们的案主是接受帮助的 但是我是相信 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平等的 没有说我因为接受帮助 所以我就比较低 那如果我是给予的人 我就是有一个姿态一样 只是每个人在旅程上 偶尔会有一个陷落的时候 掉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社工就是赔一把 然后帮一把这样子 那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是要觉得是很感恩的事情 我记得圣言法师 我很喜欢他讲一句话 我记得那时候 台湾遭遇921的时候 有些人也会讲说 他发生这些事情 一定他是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是报应等等 那圣言法师那时候 就开始讲了一句话 救苦救难的是菩萨 受苦受难的是大菩萨 或许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 跟痛苦来告诉我说 告诉我们说 嘿你拥有这些 你应该是去值得去感恩 对你换个那个角度去 换个角度去看 对所以我一直相信 不管是名啊 或者是你的财富 没有分别 一个人就是一个人 没有谁比较高 比较低 比较好 比较坏 那你真的 你如果要跟别人比较 上面的永远比你好得多 下面的永远比你差得也多 那你这样子把力气 用在比较 你会很辛苦 我们试着把那个力气 用在让自己更好 或甚至于是让社会更好 我看到你的书 跟看到你的人啊 我会觉得就是你延续性的 都一直在帮助别人 对不对 以前比方说 撞灵界的翻译 也是在帮助别人 但帮助的方式 可能有所不一样 后来你念社工 去帮市长的同学 抄了笔记 你好像就很习以为常 就说这我可以做的嘛 你们就不用做了嘛 对不对 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嘛 本来社会就是这样子 你有能力的就是 理当就是帮助别人 那才是平衡嘛 你一直在帮助别人 然后现在立行基金会工作 也是在帮助别人 有时候那个 你那个募资的方式 我觉得也很好玩 借尿布一箱 绝对不会还 所以你的上帝 你的阿拉 你的佛祖会还你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待会跟人生来聊一聊 其实人生好难 有很多的坎 跟很多的观 我们待会聊一聊 有一些观 比方说生离 比方说死别 比方说情观 有人就是这个爱情过不了 对 有人就是生离过不了 死别更过不了 我相信 就人生的关卡 真的是很多很多 过去你从你接触到的 到你自己的经验 还有到身边你所看到的 那如果碰到这些观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对 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两难 当然书后面有一些 就是蛮好的 会告诉你 有没有地狱 神明会不会报复你 我觉得很好 因为他后来又在念 那个宗教博士 所以会给我们一个 蛮知识性 多元性的一个分析 我们带来聊聊 这些关卡该怎么过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跟博君来聊一聊 因为很多人都很关心 说今天索菲亚来了 那当然除了 跟大家分享他的书 我的后通灵人生 让大家能够找到 人可以主宰 你自己生活的一个样貌之外 跟他分享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最无私 就是你分享了你的低潮 分享了你的空忙 分享你怎么去度过 你没有想到的一个危机 然后也分享了 很多的生理死别 包括你在拍 通灵少女的时候 其实碰到很多事情 那其实人生 有很多很难的地方 我们讲情商 就再也站不起来 或生理或死别 这些关卡当中 觉得哪一个 当然每一个都很难 对 每一个都很难 这要怎么过下去呢 我觉得我对那种 像以前我们会被就是带去 譬如说医院 然后看一些人可能快要走啦 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觉得以前有些经验都 我觉得那种创伤都埋在我心里 就包含说 就是有些是那种意外车祸的 可是大人就硬要我去看 那个大体 对 然后我觉得 那个对我来说 没有人在乎我 他们只是希望你赶快去翻译 你带天命 你就要去翻译 然后我有遇过那种 就是我们想翻 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对方 然后或者是说 他真的生病了 重病了 然后他们希望我可以去求神来 什么延年 谢个几年 或什么之类 然后我真的做不到啊 因为有时候你痛你 你就是痛不到啊 或者是他不是 是由我所依取的 然后我就会被指责 指责说 你是不是不够认真 你是不是没有打坐 你是不是没有吃素 对 那我记得有一次是 那个在医院里面 是跟我年纪相仿的 那他是真的是 我的邻居朋友 那我当然不想让他离开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就是你就算通灵了 也挽回不了那种死亡 我就记得我在回去 回家的路上坐计程车 然后我就在车上就放声大哭 然后我妈就安慰我说怎么了 他们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不能帮不上也没有关系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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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可是我自己过不去啊 你们过 你们觉得无所谓 可是我过不去啊 就觉得人生真的好无力哦 为什么我要 我要从小我要 遇到这些事情 然后要把这些责任加注 加注于我这样子 所以我也很多时间 我就是逃避嘛 对那是到拍 Tony Song第二季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 那也不是说 我决心面对就面对 那我觉得可能是休息够了 我的灵魂可能 可以了 然后够健康了 然后我可以开始 回头过来 看这些状况 然后我自己 好好照顾我自己 那我是觉得这些 尤其是识别 这是永远永远 没有办法的 我只能说 对那种哀伤 可能是致死方休吧 就是就包含我跟李大哥的分别 我觉得可能要到 由我走的那天的时候 对我才可以 我才可以放下我的内疚 可是我必须跟这个情绪在一起 我必须跟他在一起 我试着 试着跟这个情绪 好好的 好好的过下去 我只能这样讲 对那我真的觉得 我必须说是很困难 我现在告诉自己的方法就是 我们此事是短暂的 或许 我接下来的人生 可能还剩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那或许 我跟他以后的相遇相逢 是一千年 两千年 三千年 或者甚至是永恒的 所以我回头过来看的时候 我是试着笑着自己说 傻孩子 几万分之一的战死 你就当做 换成那个现代的时间 他只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他只是去冰箱拿个饮料而已 你在干什么 对 所以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从小到大 因为一直在看各种痛苦 各种分离 各种死亡 我一直在想说 神到底在干什么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 你就干脆就不要让我们 有这些痛苦就好了 你为什么在搞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玩我们 对 我后来的想法就是 或许我们要死去 我们要死亡 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义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 对 我本来想问你那句话 说那神到底要我们干嘛 真的 真的 对 就说为什么 就生命当中 一定要承受这么多的一个辛苦 然后在你这个辛苦的当下的时候 我觉得 你跟别人说 加油啊 勇敢啊 这些其实 啊 好讨厌哦 对 所以其实在碰到这些 不管情伤 不管生理 不管死别的时候 对 有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你今天有让大家 呃 就是能够 慢慢的去察觉 这样的一个感受 有很多是无能为力 嗯 有些是需要时间 是 对 有时候是 呃 生死并不是对立的 对 嗯 我是认为是说 我相信神 不管你信仰什么神 我相信神一定是爱我们的 他既然把我们生 生在这里 他就一定爱我们 即便 所以我觉得神对我来说 他不是我的员工 他我跟他没有对价的关系 我一个信念就是 神是爱我的 嗯 然后他也要我去爱这段旅程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嗯 发生的所有事情 就会有意义了 嗯 而且会比较好过一点 嗯 所以我也觉得有神是一个盼望嘛 是 对 那对于无神论者 他怎么去认识他的神呢 嗯 虽然无神论者的话 他还是有他的信念啊 比如说他相信善 嗯 他相信爱 这也可以啊 就是这个名称是可以替换的 嗯 对 像我自己本身是有信仰 那我有一个信仰方式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也是 有个东西可以让我follow 嗯 对有些人比如说佛教 他有一些礼仪 然后基督教他可以去做礼拜 你选一个让你觉得比较舒适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就是有一个可以互相照顾 互相疼惜的朋友 也很重要 嗯 因为有时候真的 不要再说什么加油啊 或是你可以度过 听 不要讲的 不如请我吃一顿饭算 哈哈哈哈 就朋友这样聊一聊 可能还比较疗愈一点 对 对 真的 然后我觉得生活上的一些 嗯 明白 可能就是要明白一些无能为力 然后认识一些自己的极限 然后才能够把握一下 你这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您说的很对 真的就接受 光接受这件事情 就要费很大的功夫 对啊 因为你看我们这样一路聊 都会觉得为什么是我 或者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会内疚 我会自责 是 一路都是往自己这边来纠结 是 那这样的生活跟生命 可能就会停顿在这边 是 没错 嗯 没错 然后现在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今天这样的访谈 还有这样书啊 嗯 我想 这是第四本 特别是后通灵人生 对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无私的 呃 分享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哎 现在我觉得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 当然书上有写啊 不要再请你帮忙一些什么事了 哈哈哈哈 你很想切断那样的生活 对不对 就是 如果通灵可以帮人 当然可以 可是你知道通灵副作用 实在太大了 包含像我 我不是在美国骨折两个星期嘛 嗯 我一颗止痛药都没有吃 嗯 因为我所谓的 我被期待的帮助别人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所有的止痛药都已经吃到过敏了 嗯 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是一颗止痛药都不能吃的状态 每一个都过敏嘛 几乎对 哎呦 对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会离开公庙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那时候才在念大学 然后医生已经用到那种泪孤唇啊 然后他就说你才二十岁 你你你这样我止痛药都不能下 你听得到什么阿斯皮 那我通通不能吃 我吃了会休克 嗯 所以他就说你你你才二十岁 他说你以后生 你自己真的生病了要怎么办 嗯 我现在没有药可以给你下 嗯 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 对啊 我喜欢帮助别人 可是那我自己的人生呢 嗯 可不可以二十岁以后 让我自己过我自己的人生 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 嗯 我想要好好享受我自己的人生 嗯 好 我们要从这本书 可能从今天的反谈 啊 访谈当中来学学 你想要什么人生 你自己要怎么经营你自己的人生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个后通灵人生啊 快乐的 哈哈 谢谢柏君 谢谢 谢谢大家